车展上,我看到她了,只是她事业有成,挽着年轻美貌的小姐姐,可以随时任性地买下这里的一切。 而我此时衣着暴露,在无数男人的注视下讨好媚笑,扮演着豪车宝贝的角色。 和她目光对视的那一刻,我躲开了,这么多年过去了,我还是不敢面对她。 台下她却一动不动,像个雕塑一样地看着我,说不清眼神里是什么,平静如水, 只是旁边的美人有些不耐烦,鄙夷的,像我翻了的白眼,转脸又软糯糯的对她撒娇。 唐浩,我们去那边看看吧。 你先去。 唐浩不容置疑,抽开了被挽着的手臂,身边的美女也只能嘟嘟嘴走开了。 幸好她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语了几句,也离开了这个展厅,我一下子松了一大口气。 还好还好,希望今天只是一次意外。 薇薇,刚才那个帅哥感觉像是看上你了呀。 一直盯着你看。 对呀,对呀,感觉挺绅士的,和那些个油腻男不一样。 你们是不是认识啊? 薇薇这么漂亮,被人家看上是迟早的事了。 哎呀,你们想多了,快点去领薪水吧。 休息间里,小姐妹们七嘴八舌,而我只想快点离开这里,裹上羽绒服,飞速逃离。 我真的很擅长做逃兵。 你还不打算告诉她真相吗? 电话那头的小雅替我感到委屈。 哪有什么真相,真相就是我抛弃了她。 再说,她应该不缺女人。 脑海里浮现出刚刚那个背着香奶奶的娇小姐,内心一阵酸楚。 我加快了步伐,寒风顺着脖梗灌进来,我裹进羽绒服。 她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靠奖学金生活的少年了,而我也不再是当年的徐薇了。 走出会场,穿流不息的车,熙熙攘攘的人,五年前,这里还是城中村呢,现在俨然一座新城的样子。 五年前,我还是一个家境优越,父母双全的小公主呢,因为早读一年书,又学的计算机系,每次考试都在挂科的边缘垂死挣扎,而她是系里断层第一,当之无愧的学霸,自然就成了我过关的目标。 于是,每天她在哪自习,我就在哪,理由就是,作为同学,她有义务带着我共同进步。 就这样,在我坚持不懈的蹭课下,大二上学期,我竟然拿到了二等奖学金。 唐浩,你看,我厉不厉害?我一脸骄傲,仰着脸把证书搞搞举过头顶。 嗯,所以你以后都不需要我了。 她语气平静,四喜四悲。 谁说的,我需要你。 我扑到她怀里,把头埋进她的胸膛,北风刮得很嚣张,然而我只听到她的心跳,砰砰砰,跨而有力。 微微,趁着夕阳,头顶落下一个轻柔的吻。 太美好的爱情,可能真的是因为太年轻。 第二天,我迎着众人怪异的眼神,做到自己的公位,默默地有一种不祥的预感,难道是我兼职车磨的事情被发现了? 我们这种互联网公司工资不低,但是对于现在的我来说,还远远不够。 哎,我轻叹了一口气,好在小雅又帮我介绍了一份去音乐酒吧的兼职,所以我得努力不加班。 主管,我立马站起来,周围的目光瞬间聚焦。 小徐啊,麻烦你跟我过来一下。 主管的脸生硬地挤出一丝笑意,嗯,释出反常必有妖。 果然,直接把我带到了顶楼总经理的办公室门口,一个与我们这种小职员隔绝的地方。 小徐啊,以后好好干啊,公司还是很器重你的。 嗯,你进去吧,总经理找你,好好表现啊。 哦,没等我反应,主管直接闪回了,有我一个人原地潦草。 推门,嗯,瞬间想把门再关上,因为远远就看到唐浩坐在那眉头,微醋地看着笔记本,似乎没有注意到我的动作。 进来吧,他转向我,表情柔和了些,我努力表现得很镇定,只是,哎,也没什么奇怪的,只要是他想,他可以随时买下这间公司。 唐总,不问问为什么是我,我摇摇头,垂下眼睛。 很好,以后你就是我的私人助理了,工资一个月二十万,奖金另算,要求只有一个,你必须辞掉其他所有的工作。 做得到吧?不要拒绝,因为你需要。是的,我需要。我需要钱,剩下的不重要了。 你说什么?小雅惊呼地从沙发里跳起来,唐浩包养你了。 不是包养,是工作。什么工作他给你二十万一个月呀? 小雅凑过来,神神叨叨的。除非他还没有忘了你,我赶紧捂住他的嘴巴,我只想赚钱还债。 至于其他,我不敢想,也不能想。 之后的一些日子,虽然在一间办公室里,但是除了工作并无交流,工作时候的他还是和以前一样专注,这让我很放心,除了工资高得离谱些,其他的一切正常。 这天下班,唐浩叫住我,明天跟我一起出差?去哪儿?司机八点来接你,把你地址发给我。 好的,唐总。他愣了一下,俯身玩味地看了我一眼。 唐总,熟悉的气息,突然就让我脸一阵发热,我局促地低下头,侧身赶紧跑走。和他的距离多一分,我都承受不了。 出差的内容包括陪酒,这个是之前没说的,但是作为私助,我也不能推诿。 唐总第一次带女伴出席啊。 唐总终于是不能免俗了。 席间工酬交错,众人议论纷纷。 我看向唐浩,他还是一脸平静,不做任何解释。 我连忙起身,露出标准的职业笑容,乖巧的敬酒,酒桌文化嘛,我懂。 可还是高估了自己,刚喝下去一杯,就感觉胃里反着热气,翻僵倒海。 我连忙跑向卫生间,一阵呕吐,伴随着头晕目眩,赶紧用冷水拍打一下自己脸,需要能清醒一下,可是镜中的自己却越来越模糊。 我一向不能喝酒,时间到底没能治愈我。 胃不好,还喝酒。 一只手强有力地搂住我的腰间,我一个娘呛,栽进她的胸膛,是她,还是砰砰砰的心跳。 我抬头,迷迷蒙蒙,她面露担忧之色,有些不悦,可是目光温柔,灯光下闪烁着她的注视,仿佛有佛光照耀着我,不等我看清,整个人直接被打横抱起。 这怀抱燃烧着一团火焰,是真的很暖和呀,这团火好像能安抚我心中积攒多年的寒冰,我贪恋此时的温暖,我累了,不想挣扎了,不管有多虚幻,我只想狠狠地把自己埋得更深,这一夜,梦里都是过去,黑白的灵堂,一滩鲜血,妈,妈,她也死了,就这么撞死了,该不是怕还钱吧,真够会气的。 哎,也是可怜人,再可怜也得还钱啊,欠债还钱天经地义,嘈杂的人生,混乱的局面,不,这一切已经过去了,我不要再回去,负债子长,你逃不掉的,你妈妈就是下场,全是黑影,不管我怎么挣扎,似乎周围都密不透风,我大口呼气,仍然感到窒息。 你醒了?梦到什么了?这么激动?我睁开眼,有些微光,这是在哪?我拼命回忆,哎,大脑一阵抽疼,好晕啊,喝点水,谢谢。 等下?这线长的手指,指甲修剪得干干净净,我顺着望过去,是唐浩,穿着白色浴袍,领口很低,胸肌若隐若现,整个人粉粉的,像是刚洗完澡,垂落在额尖的发丝,还带着水汽,朦朦胧胧,让人恍惚,我迅速低头看了一下自己,同款浴袍。 你,不是,我,不是,这,为什么?我声音颤抖,语无伦次,双手不自觉地交叉挡在胸前,寄希望于他给我一个答案,最好是我能听的那种。 怎么?你都忘了?我不是,你不是什么?故意的,又是这句话。 唐浩转过头,我看不清他的表情,但是他应该是生气了,以前也是这样,一不高兴就被过身,就当是个意外,好不好? 我扯了扯他的衣袖,声音越来越低,本来,应该也是这样。 你从来都不是意外,如果想要这次成为秘密,做我的女朋友,你没有选择,语气坚定,不留余地。 唐浩没有回头,起身走出卧室,关上门。我还正在床上,不知所措,他将我从噩梦中唤醒,不知道是不是又会掉进另一场噩梦。 之后的三天行程,他带我如女朋友。 似从前又不似从前,比从前更加小心翼翼,他从未问过我之前,我也知趣地不问他过往,就仿佛一大段时空自动折叠,正好,我也不想提起,也不配问他,就像扶贫一样,随波漂流。 只是今天正好漂到这里,他的身边。 说说吧,你们出差发生了什么? 小雅夺过我在收拾的衣服,凑近盯着我说,你不对劲。 我是不对劲,我很累,急需洗澡睡觉。 我飞速抢过衣服,钻进卫生间繁锁。 你肯定有问题。 小雅还在外面大喊大叫,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,突然浮现唐浩略带水汽的脸,不。 没有这件事,我还要上班,还要还债,我要清醒一点。 他和我早已是海鸟鱼鱼的距离了。 第二天,我做足了心理建设,准备出门上班,吱吱吱。 这一大早的,谁给你打电话? 小雅从洗漱间追出来,把手机递给我。 哎,是。 我赶紧接过来,心里里已经立刻反应了过来。 喂,下楼吧,我等你。 哦。 匆匆换上运动鞋,拿着包下楼,小雅还在后面嘀嘀咕咕。 微微,晚上我等你的解释。 一台黑色奔驰在这个老婆的小区里显得那么格格不入, 我深吸一口气,打开后座的车门。 下次坐前面,唐浩没有回头,淡淡的语气。 其实,你不用这样,我自己可以的。 我没说你不可以,但是我的女朋友不可以。 可是,你这样同事们会说的。 你在意吗? 一个急沙,红灯,晃得我往前一扑,差点撞上唐浩回头。 片刻,他只是盯着我看着。 你在意的人,真多。 绿灯,一脚油门,继续开车,一路沉没。 到公司的前一个路口,他把我放下,一句话也没有说。 走进办公大楼,总感觉有人指指点点,细细苏苏的声音, 也许是我做贼心虚吧。 等了两班电梯,终于电梯里只有我一个人了, 直上顶楼,办公室里,唐浩已经在看文件了, 与往常无异,我立马放下包,进入工作状态,无需多言。 微微,你快看一下工作群。 手机震动了一下,是同事瑞瑞给我发的私信, 果然,群里炸锅了。 我从唐浩车里下来的照片,还有出差那天晚上, 我最久,唐浩抱我上车的照片十几张, 都被匿名发到了部门邮箱。 照片里,唐浩抱着我神色紧张, 而我环抱着他的衣领,唐浩的耳朵到脖梗一片飞红。 这些照片,我面红耳赤,眼前的手机屏幕还在不断更新同事们的信息条, 一条接一条,哇,好劲爆。 想不到啊,他是这样的人。 对啊,平时看着挺清纯的,原来是个新号新号,哈哈哈哈。 难怪直升顶楼,那都是事。 小点声,人家也在群里,小心被针对哦。 专心工作。 唐浩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我的身后, 慢慢地抽出我的手机,咔嚓。 关机,有些事情我会处理。 嗯,我麻木地点点头, 唐浩轻轻摸了一下我的头,望向窗外, 玻璃映出他的脸庞,冷峻,严肃,压抑的愤怒。 我想,当时我的脸色一定特别差, 这种爆炸式的人言是一个巨大的漩涡, 会卷走我所剩无几的灵魂。 我很想逃,或者说我已经逃走, 现在坐在这的只是行尸走肉。 我趁着上厕所的借口偷偷溜走, 不管事情真相如何,没有人会在乎, 我体会过这种无奈,唐浩,放过我吧, 我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徐薇了, 反正明天我就会去辞职, 这一切马上就会结束, 本来就不该发生的。 南方的冬天总是黑压压的, 没走过一个路口, 呼呼的北方让我不断清醒, 还是这么冷, 一点都不曾改变, 走进老婆的小区, 远远的一道红光, 刺痛这灰暗的底色, 是那台限量的超跑, 我给他站过站, 此时他正停在我出租房的楼下, 我正准备绕过进龙门, 车门开了, 拦住了我的去路。 徐薇, 是一位年轻时尚的女生, 但是语气却并不友善, 你是…… 我拼命回忆他可能是谁, 搜索无效, 我认识的人真的很有限, 你不记得我啦? 也正常, 你的心思都在唐浩身上呢, 还是这个熟悉的充满笔意的白眼, 我记起来了, 她就是那天车展在唐浩身边的美女, 可是, 她来找我干嘛? 一定不是来找我做朋友的吧, 我下意识地后退半步, 双手抱在胸前, 想起来了, 哼, 还不算太蠢, 我是唐浩的未婚妻, 李娇, 未婚妻, 所以, 唐浩, 我不敢想, 我劝你, 别打歪主意, 唐浩是不会看上你的, 你的爸爸是一个诈骗犯, 你妈妈, 你住嘴, 哼, 你是什么样, 一个什么样的家庭, 你以为就没人知道吗? 我告诉你, 我能让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了解, 你想干什么? 天旋地转, 就像一双强硬的黑手扼住我的脖梗, 干什么? 你说呢? 唐浩就快要被我打动了, 就要和我结婚了, 你消失了这么久, 为什么还要出现? 你毁了我的幸福, 你也别想好过, 唐浩是不会喜欢你的, 你抛弃了他, 他恨你还来不及, 李娇精致的脸逐渐扭曲, 香钻的美甲像飞虫一般乱舞, 在甜腻的香水都掩盖不了极恨的气息, 终于, 打雷了, 似乎暴风雨将至, 他胜利了, 或者宣泄够了, 不要脸, 甩着高跟鞋走了, 只留下跑车特有的马达声在隐隐的雷声中哄响, 直至听不见, 我无动于衷, 站在原地, 果然, 电闪雷鸣, 暴雨, 他来了, 小雅在找到我, 是在牧原, 雨真的好大, 霹雳巴拉的, 打在石碑上, 很空灵, 妈, 你放心, 我知道爸不是诈骗犯, 他是好人, 爸, 你放心, 我一直记着你的话,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, 雨水模糊了母亲笑意淫淫的照片, 我想擦干, 可无奈与不曾停, 妈, 那天, 你很疼吧, 现在我也是, 墓园的空气真的很清新, 这里没有乌烟瘴气的人, 只有我, 和那些长眠的记忆, 我闭上眼, 任凭雨水冲洗我的脸, 贪婪地呼吸, 威威, 小雅冲过来, 举着伞, 把我紧紧抱在怀里, 威威, 小雅带着哭腔, 不顾我已经湿透的棉衣, 轻轻拍着我的背, 就像哄着一个婴儿一般, 威威, 我们走吧, 嗯, 小雅, 我没事, 谢谢你, 我看向小雅, 给了她一个微笑, 可是小雅依然眼中, 透着难以言说的感伤, 威威, 嗯, 走吧, 去哪, 去一个能保护你的地方, 阳光真好, 洒在窗台上, 窗边放着一盆水养绿罗, 长势喜人, 我靠在床头, 眯着眼, 总感觉有些困, 今天看着气色不错, 萧医生推门进来, 手里拿着一小袋苹果, 晃了晃, 笑着看着我, 你的最爱, 我笑了一下, 点点头, 这里是一家特殊的疗养院, 萧妍在这里任职, 她是爸爸至焦的独子, 也是极少数在我家败落后, 对我始终如一的人, 还有小雅, 都是我的贵人, 威威, 你有考虑过换一个环境生活吗? 萧医生坐到床边的凳子上, 阳光打在她的脸上, 浅浅的酒窝很温柔, 我的出国审核披下来了, 如果你愿意, 这个苹果看着真好, 威威, 萧医生能帮我削一个吗? 我拿出一个苹果, 天真的看着她, 这里没有水果刀, 所以只能麻烦她代劳, 好, 萧妍停顿了一会, 还是拿着苹果转身开门, 萧妍, 对不起, 我不能离开, 我不能逃避, 不然我爸爸就真的是一个诈骗犯了, 威威, 你真倔强, 窗外, 冬日暖阳, 不知道这次我什么时候能走出这里, 在我住进疗养院的一周后, 唐浩终于在小区的楼下堵到了小雅, 下巴周围满是胡渣, 眼里都是红血丝, 疯狂又带着恐惧, 看到小雅, 她跑上去又在一米处停下来, 努力让自己保持平静, 小雅, 她在哪儿, 谁, 你不要敷衍我, 你知道她对我意味着什么, 唐浩, 据我所知你们已经分手了, 放过微微吧, 告诉我, 到底发生了什么, 你是指现在还是过去, 一切, 小雅沉默, 算我求你, 唐浩眼睛渐渐暗淡, 身形都跟着勾搂, 小雅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唐浩, 即使是从前, 那年夏天, 第一次见面, 当时还是穷学生唐浩, 也从来都是意气风发, 不卑不亢, 眼神永远都是明亮而坚定的, 怎么会, 小雅, 这是唐浩, 我男朋友, 哟, 这就男朋友了, 你好呀, 我是小雅, 早就听说你唐浩的大名了, 我是唐浩, 你好, 哎呀, 你别这么拘谨, 小雅是我最好的朋友, 你一定要认识的, 我拉起唐浩的手, 满眼都是幸福, 小雅抿嘴偷笑, 打趣起来, 知道你们感情好了, 对了, 小雅, 唐浩马上就要出国进修了, 不过, 我也会去的, 哈哈, 不过, 我是自费, 晚半的学期, 哈哈, 没事, 不管路怎么走, 总归呀, 顶峰相见, 我要舍不得你啦, 你见色忘义, 跟着男朋友跑了, 哼, 小雅假装生气, 可是唐浩却傻傻傻地相信了, 笨拙地解释, 小雅, 微微我会照顾好的, 你们, 可以经常视频, 可以, 好啦, 我替你们高兴, 小雅打断了唐浩, 冲我甜甜的一笑, 虽然眼底里尽是不舍, 那时候天很晴朗, 真的是一段无忧无虑的日子, 没过多久, 唐浩顺利保送出国, 而我也在不久后, 经历了一场劫难, 从此改变了全部的轨迹, 我和唐浩, 本是相互交缠的曲线, 硬生生被命运拉成了两条平行线, 在唐浩出国的一个月后, 我提出了分手, 我们分手吧, 只是短短的五个字, 没有标点, 我没有眼泪, 也没有等待对方回复, 直接关机了, 这一关就是五年, 走吧, 小雅, 我跟你去疗养院, 嗯, 小雅紧紧牵着我的手, 上了车, 那里真的是另外一个世界, 很安静, 安静得连虫名声都像是窃窃私语, 不管窗外是晴空万里, 还是雷雨交加, 人们都不为所动, 一年后, 在同样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, 我离开了这里, 我知道, 院外是全新的生活, 在南我得学着适应, 没有唐浩的世界, 在万一是新, 我得学着重新开始, 这是我的选择, 咖啡馆里, 落地玻璃外依旧是暗沉的天, 过往的美女被风吹得发丝凌乱, 桌上的咖啡已经半凉, 树叶形的拉花还完美地漂浮着, 最终, 还是小雅开口了, 你出国后不久, 威威的家就出事了, 唐浩没有一点意外, 沉默, 南城的那个项目, 博雅花园, 是威威爸爸的公司投资的, 可是工程进行到一半, 公司副总, 也是威威爸爸的好兄弟, 卷款失踪了, 之前垫付的钱都打了水漂, 还欠了很多的工程款, 那时候好多人追到公司要钱, 威威爸爸一下子接受不了好兄弟的背叛和巨额债务, 从公司顶楼跳楼了, 唐浩皱着眉, 依旧沉默, 那些要账的人并没有放过他们母女, 把怨气发泄到他们身上, 在叔叔的追到会上, 威威妈妈一头撞死了, 威威她, 唐浩握紧的拳头, 低头不渝, 鲜血流满一地, 所有人都在尖叫着, 愤怒着, 要徐家买单, 威威, 可想而知, 威威也只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小女生, 那天后, 她精神状态更差了, 我更是一刻都不敢离开她, 你知道吗? 所以, 她没有告诉我, 选择了分手, 是的, 她怎么忍心连累你, 唐浩的眼睛瞬间红了, 是啊, 那是她的威威啊, 整整一年的时间, 她才稍微好一点, 至少不再, 不再在黑夜里茫然地走向窗边, 我们当时都建议她离开, 换个地方生活, 可是威威, 她不会逃走的, 是的, 她决定留下来, 把所有的房产, 变卖赔付工人工资, 还有一些无辜受牵连的小供应商, 可还是不够, 她就一天打两三份工, 哪怕杯水车薪, 她说, 每一个受害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, 她想要保护, 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, 是我回来晚了, 不, 这一切虽然不是最好的结果, 但是威威至少稳定, 你的出现, 还有你带来的乱七八糟的事, 比如, 你高贵的未婚妻, 李娇, 威胁着要把她拉回黑暗, 唐浩, 她禁不起了, 放过她吧, 我没有未婚妻, 可你知道, 人烟可畏吗, 当年就是这样, 那是微微的致命伤, 一旦触碰, 唐浩, 这一次, 我都没有信心就毁她, 小雅情绪激动, 忍不住地颤抖, 夜色渐暗, 似乎又飘起了小雨, 霓虹灯五光十色的反射, 在唐浩脸上变换着明暗, 她在哪, 小雅迟疑了, 下一秒还是拿起了手机, 打了一行字, 举到唐浩面前, 谢谢, 这一次换我去, 这一夜, 我睡得很安心, 我想, 我离出院又进了一步, 这里确实很好, 但是有太多的事等着我去做, 至少现在我还不能停下来, 我只能在朋友的守护下, 短暂地逃避一会, 咔, 门被轻轻推开, 睡好了, 是萧妍, 嗯, 我微笑示意, 薇薇, 有人要见你, 我心中疑惑, 知道我在这的只有小雅和萧医生, 他们一定不会告诉对我有威胁的人, 那会是谁, 萧妍欲言又止, 她在观察我的反应, 是她, 一定是她, 薇薇, 勇敢一点, 萧妍略带失望, 随手整理了一下窗台的绿罗, 走出了病房, 她瘦了, 眼底都是疲惫, 在对视的那一刻, 恢复了几分神采, 我们久久地看着对方, 没有人打破这种宁静, 曾经那个目光灼灼少年, 终是在我的眼前满目疮痍, 我可以独自面对疾风咒语, 却无法面对此刻的她, 我, 还好, 我不好, 是我回来得太晚, 不是这样的, 薇薇, 你需要我, 自从妈妈离世, 我曾经崩溃到麻木, 很长的一段时间, 甚至在今天之前, 我并没有感受到疼痛, 我以为这是消炎治疗的结果, 可现在, 我才发觉, 并不是, 原来我不是不痛, 也并未失忆, 只是将一切埋葬在心里的最深处, 它就像一个毒瘤, 一点风吹草动, 就会肿胀流浓, 让人痛不欲生, 我只得假装不曾受伤, 洗脑自己那些鲜血不存在, 真的只是一场噩梦, 可是, 在唐浩的眼睛里, 我好像重新看到了自己, 瞬间, 气不成声, 她拥我入怀, 轻柔的, 有力的, 手掌顺着头发抚摸着, 像是安抚着一只受伤的小动物, 她的心跳声, 有种熟悉的安全感, 我环抱在胸前的胳膊逐渐打开, 缠上了她的脖梗, 贪婪地感受她的温度, 正如那句话, 爱是最好的解药, 一个月后, 马上就要跨年了, 而我也在未能在跨年前出院而努力着, 小雅隔三差五地过来, 找我插科打混, 萧医生现在允许我出病房, 可以在院子里走走, 晒晒太阳了, 至于唐浩, 自从上次离开, 很久没有出现了, 我知道她一定是在忙一些重要的事情, 唐总上次回去后, 就开了发布会, 搞好大场面哦, 公布了李娇假冒她未婚妻的事情, 嘖嘖, 小雅表情夸张, 手舞足蹈地, 跟我描述了一遍发布会的盛况, 唐浩什么时候这么的礼不饶人, 那, 其实李娇也是被人利用罢了, 他这么做是为了我, 也是为了给那些黑暗角落里的老鼠一个警告, 他做事一向走一步看三步, 从不走废棋, 威威, 警方那边有消息了, 叔叔公司的朱副总找到行踪了, 在M国, 当年的阴谋就要大白了, 威威, 这么多年, 我们终于等到了, 嗯, 我一直坚信, 小雅, 怎么还哭上了, 这是好消息啊, 呜呜, 这么多年, 看着你一步步, 太不容易了, 呜呜, 小雅这个护独自的急性子, 真是一点没变, 从事情发生以来, 小雅从来没有在我面前哭过, 从来都是大大咧咧的, 像躲太阳花, 肆意绽放, 感染着我, 哎呀, 哪有那么夸张, 快别哭了, 威威, 我真为你高兴, 小雅把头靠在我的肩上, 岁月静好, 如计划, 赶在今年的最后一天, 我出院了, 一切都刚刚好, 跨年之夜的烟花很绚烂, 层层叠叠, 如同当年那般美好, 唐浩, 你愣着干嘛, 快点摇起来呀, 不然就浪费这仙女棒了, 唐浩也不知道, 是不是第一次玩仙女棒, 一直傻傻愣着, 动也不动, 我晃了晃她, 示意她, 要转起来才好玩嘛, 好不好玩, 哈哈, 嗯, 这是我第一次玩这个, 那你的第一次给我了, 你很喜欢吗? 喜欢呀, 没有女孩不喜欢的, 几束呲呲的花火, 紧紧照亮了脚下这一小片地方, 但对于热恋的我们来说, 已经足够, 唐浩, 新年快乐, 她放下仙女棒, 在倒数的最后一秒抱住我, 在我的耳边呢喃, 谢谢你, 微微, 以后的每年都陪我跨年好吗? 好, 揪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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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连续升空了好几束火光, 啪, 在空中榨出一朵朵拼色的烟花, 红色蓝色子的, 变幻莫测, 微微, 你发什么呆呀, 小雅激动地摇晃我的手臂, 你快看, 这烟花多特别, 是啊, 这可是唐浩特意为你准备的, 是啊, 没想到她还挺浪漫, 是啊, 微微, 快倒数了, 五, 四, 三, 二, 一, 新年快乐, 微微, 新年快乐, 手机在震动, 是唐浩的信息, 微微我去M国了, 对不起, 今年又没有兑现和你一起跨年的承诺, 从你冲我第一次笑, 我就知道我逃不开了, 一个善良温柔的小公主, 值得我一辈子守护, 而当年的我, 一无所有, 你的青睐, 就是我所有的财富, 你突然和我说分手, 分手, 即使痛苦悲愤, 我也不会纠缠, 车展, 我是去找你的, 但是那一刻, 一切的道听途说, 都比不上我亲眼所见的震惊, 我的心不受控制的疼痛, 微微, 我后悔了, 我不该缺席你的人生这么多年, 我怎么能, 好在, 一切尘埃落定了, 你可以自由自在地开启新的人生了, 就像从前一样, 沉重不该是你人生的主旋律, 这一次, 你不必追随任何人, 听从自己的内心, 等你有一天准备好了, 如果那时你还想和我在一起, 无论何时何地, 我都会出现在你身边, 微微, 那年冬天的仙女棒, 你让我的世界, 从此没有黑夜, 新年快乐, 我合上手机, 心里充满力量, 微微, 嗯, 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, 重新开始, 最后一个烟花燃尽, 天空又恢复了平静, 而我的世界从今天起, 再也没有黑夜, 硝烟, 今天的来访者约的是几点啊, 十点, 又约的微微, 是啊, 哈哈, 她可是要青出于蓝, 胜于蓝了, 爱维师很欣慰啊, 你两个聊啥呢, 嗨嗨, 没啥, 小雅朝我抛了一个媚眼, 转身去四弄她的绿罗大军们, 硝烟把窗帘调整到最合适的角度, 让室内的光线达到最柔和的状态, 给来到这里的每一个来访者, 打造一个放松的环境, 我对她笑笑示意, 这种工作的默契, 在一年里已经养成了, 远离这个城市的中心, 我们租下了这间别墅, 小院被小雅打理的鸟语花香, 她一直喜欢这些, 现在倒也有了用武之地, 这栋小三层的别墅即是心理咨询室, 取名为树洞, 我们共同的理想, 也是我们共同的港湾, 每晚八点, 我们收工, 小雅开车去市里采购一些装饰, 说是快要过节了, 得有气氛, 客厅只剩下我和硝烟, 硝烟开了一瓶红酒, 两个杯子, 我坐在单人沙发上, 拿起了一杯, 浅浅抿了一口, 有些事总得说开, 硝烟在左边的长沙发上朝我看了许酒, 端起酒杯, 喝了一大口, 坐在来访者的视角, 看着我有什么不同, 和从前一样, 喂喂, 硝烟, 在我心里你一直没有变, 不, 以前你是我的病人, 现在, 现在是朋友, 不止如此, 你还是我的老师, 我, 谢谢你, 硝烟, 我心里都明白, 又是一大口, 硝烟的酒杯很快见底, 他捡起地上的酒瓶, 又灌上了大半杯, 我没有阻拦, 也快一年了, 你和唐浩, 可能是酒精的作用, 硝烟不像平时那副高知的模样, 整个人摊在沙发上, 斜着头, 期待着, 与唐浩无关, 长久的沉默, 微微, 嗯, 树洞会一直在吗? 当然, 硝烟醉了, 我知道, 第二天, 他会醒, 又快到年关了, 今天并不是特殊的纪念日, 墓园的人不多, 可是天气很好, 暖洋洋的, 爸, 朱副总被捕了, 赃款赔付了损失, 退还了家里的房产, 我也和朋友开了咨询室, 帮助了很多人, 妈妈, 院子里种满了您最爱的百合, 我现在过得很好, 我, 想你们了, 天真的很难, 树一棵连着一棵, 手里的百合洁白的耀眼, 风沙沙地吹, 闭上眼, 迎着风, 白居过细, 一切都不曾离去, 我决定将思念留下, 我的至亲, 我想, 我找到了自己, 转身离开, 不远处, 鼻挺地站着一个男人, 他回来了, 我走过去, 抬头和他相视一笑, 挽起他的胳膊, 走吧, 我们重新开始, 我们重新开始, 感谢闭上的声音,